你好 公哥生物小講堂 接下來這支影片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介紹在族群這個範圍裡面的三個非常重要的圖 我們生態學會常常介紹圖 而圖的判斷也會是我們在閱讀還有考試的重點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來介紹族群成長曲線圖 我們在生態學的研究裡面 會常常介紹各式各樣的圖 請各位看到圖的時候 莫疾莫慌莫害怕 請各位記得公哥這句話 我們要先看橫軸再看重軸 橫軸是我們的操縱變音 重軸是我們的因變變音 所以這張圖裡面就是隨著時間過去 族群大小會如何變化 那麼這張圖就叫做族群成長曲線圖 比較常見的曲線圖有兩種 用它的線條來看 主要分成J型跟S型 J型就像這樣 S型就像這樣 但是其實在圖形上來看 J型有點像是S型的前端 在前端的時候 S型看起來也像是一個J的感覺 那我們先來介紹 J型是什麼狀況 J型是在一個非常理想的環境 這個資源是無限提供的 無限供應 All you can eat 而且沒有廢物的累積 那族群的大小就毛起來生長 呈現指數的成長 例如說我們在培養機中 種下幾個細菌 這個細菌只要經過一天24小時之後 就可以長成上億枝 多到您用肉眼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時候這一坨細菌 都是由無性生殖 二分裂法所產生的 同一隻個體長成大到你看得見的樣子 這時候我們把它叫做菌落 那麼這個數量從一隻變成上億枝的過程 隨著時間過去 個體的足群量直達天際 這時候就叫做J型曲線 當然這個世界上怎麼會這麼好 有很多無限供應的事情 這個後續其實都應該會開始慢慢變成有限 或甚至會死亡 這我們晚點再說 比較常見的應該是S型成長曲線圖 在大自然界中也都是 隨著時間過去 它會長成像一個S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所講的是一個開放環境 野外都是開放環境 資源是穩定的 起碼還沒有到不足 然後廢物是可移除的 這個族群它從一開始的量很少 但是慢慢上升之後 會達到一個叫做負荷量 負荷量各位可以看到 它指的是這個7D對於這個物種 所能養的最大個體數 然後這個時候它會呈現出一個S型的晃動 因為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一個動態的平衡 動態平衡指的是 例如說台灣就是大概就是2300萬人 2300萬 這個數字也已經很久都沒有沒有動了 那也許就是可以代表的是說 台灣這個地可以養的人大概就2300萬人 那你隨時去調查 它也不會剛剛好就2300萬 它可能會多一點可能會少一點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像是這樣的S型的波動 我們就把它叫做動態平衡 好 例如說我們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中 所培養的草鋁蟲的族群 就會呈現像是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如果把S成長曲線圖把它切分來看 這個S其實大致上分成四個時期 分別是一開始慢慢生長 接下來到了指數的快速成長 第三個它開始趨緩 然後達到平衡穩定 也就是這個時候的數字呢 叫做是一個負荷量 這時候是負荷量 那麼在達到負荷量的時候 配合我們上支影片所講到的影響族群大小的參數裡面呢 它的出生率加上嵌入率 約略就會等於死亡率加上嵌入率 嵌出率 所以它的數量就會維持在一個恆定的狀況 有哪些事情會去影響到這個地方可以養多少個體呢 好 這邊有兩個很重要的參數 第一個叫做生物潛能 生物潛能指的是我們生物的族群在資源充足的狀態之下 我們會很想生 我們會一直希望能夠生的越多越好 所以在這個增加個體數的最大速率的狀態之下 我們就把它叫生殖潛能 也就是個體都傾向希望能夠產生越多子帶越好 但是生很多要養 要錢 要資源 要空地 要居住的環境 這時候就產生了環境的阻力 所以環境中就會出現限制族群生長的因素 我們先介紹第一個參數 如果這個物種它有很高的生殖潛能 那麼這個生殖潛能就會讓它繁殖速度又快 繁殖速度會非常的快 例如說我們比較常聽到的就是像細菌老鼠兔子 這些他們的生殖潛能都相當高 但是包括我們人類大象藍金 生殖潛能相對就比較低 可能要好幾年或是起碼一年以上 才有辦法再生出下一代 好這個就會影響到族群成長的速度 接著環境主力就包括了食物空間跟天敵的多寡 然後如果我們比較了生物潛能跟環境主力之間的關係 生物潛能如果大於環境主力 則這個族群的個體數量就會上升 如果生物潛能等於環境主力 則它會達到負荷量維持平衡的狀態 若今天生物潛能是小於環境主力 則族群的個體數量是下降的 這邊我不曉得您聽了聽不懂 所以我拿剛剛的圖回來再跟您再重講一次 現在有兩種參數分別是生物潛能 這個指的是它很想要多生越多子帶越好 第二個參數是環境主力 這個是會有一些限制的因素 例如說土地空間不夠大資源不夠多 則請問各位在緩慢成長的時候 生物潛能跟環境主力誰比較大呢 那當然是生物潛能是比較大的 快速成長成長也是比較大 來我們考試最愛考的就是 緩慢成長的時候是生物潛能比較大 還是環境主力比較大 請注意它還是成長喔 所以還是生物潛能比較大 那麼到了穩定的時候 則它就達到了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就會變成是穩定的狀態 那怎麼都沒有環境主力比較大的時候呢 答案是有的 如果今天突然間雨水變得很少 都沒有食物可以吃 則這個S型成長曲線圖 它也可能會下修變成這個樣子 達到一個新的負荷量 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所以這個S型其實也有正S型 逆S型它是可以可上可下 我們又把這件事情叫做可變動的負荷量 所以事實上是這個樣子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個 課本比較沒有提到的 就是閉鎖環境的狀況 或者是那個S型曲線的末路 我們今天真的在培養機上面養細菌 但是培養機就只有這麼一點 如果用光了 這個個體又沒有辦法牽出去 因為被限制在培養機裡面 則當資源耗盡之後 全數會死亡 就會變成像是這張圖的樣子喔 第二個圖我們來介紹族群存活曲線圖 族群存活曲線圖它在記錄的是 族群的個體在不同年齡時的存活率變化 這張圖請注意 我今天想要比較各式各樣不同的族群 所以我很難橫軸適用個絕對時間 人類的年齡最多可以活到八十歲一百歲 但是一隻牡蠣可能就只能活個幾個月 或是一兩年而已 我要怎麼樣在同一張圖上面 把牡蠣鳥人都放在一起做比較 所以我們的橫軸很特別 叫做年齡百分比 並且我們把最長的壽命的年齡叫做百分之百 舉例大象如果它的最長壽命是八十年 則八十年是百分之百 四十年是百分之五十 但松鼠如果最長壽命是五年 則五年就是它的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在橫軸的時候的百分之百 對於大象來講它是八十年 對於松鼠來講就是五年 所以橫軸請注意不是真實的時間 而是年齡百分比 縱軸是每千個個體的存活個體數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把這件事情叫做存活率 百分比也可以 但是我們課本通常是講每千個的存活數 然後它所畫出來的曲線會長成像這個樣子 這種叫做凸形曲線 又可以把它叫做第一型曲線 這個叫做對角線型 又可以叫第二型曲線 這個叫做凹形曲線 又可以叫第三型曲線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三種線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第一型這個凸形曲線呢 它的意思是當它還很小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在它的 我切到百分之五十都可以 在百分之五十之前 它的每千個的存活個體數 基本上都沒什麼下降 也就是它在 它的年齡的百分之五十之前 幾乎都不會死掉 像我們人類就是啊 您的兄弟姐妹 或是您的同班同學 有很多人過世了嗎 應該還好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類還有大型哺乳類 我們會有很很好的育幼的行為 甚至包括人類甚至還有醫療 我們在中年期之前 基本上死亡率其實是不高的 但是等到一定年齡之後 什麼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 我們大家都漸漸的用各種方法死翹翹 這個時候在老年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它的這個死亡率會突然之間大幅上升 也就是存活率會快速的下降 像這一種方法的生活的方式 我們叫做第一型曲線 或叫凸形曲線 第二種呢叫做對角線型 這種對角線型各位就可以想像看 就是它在小的時候也會死 在中的時候也會死 在老的時候也會死 而且死亡的死亡率還差不多 通常我們是介紹鳥類 鳥類它在小的時候 在蛋的時候可能會被擊破 在幼褲的時候可能會競爭不到食物而餓死 剛開始學飛會被大鳥殺死 長大之後可能會缺乏食物而死 各種死死死 所以鳥類還有一些比較小型的哺乳類 可能它在各個階段都有一定的機率會死去 則它的這種存活曲線 就叫做對角線型 第三種比較出現在海洋之中 大量繁殖一大堆後代 例如說牡蠣 一口氣排出好多個精子 好多個卵子 產生好多個後代 但是完全不育幼 所以呢它可能一口氣產生了一萬個後代 但是可能只有一百隻可以存活下來 所以它才剛出生 死亡率大幅的上升 但是一旦這個牡蠣 它找到了一個板子可以黏住之後 那麼大部分的牡蠣 可能都可以平安快樂的活到最後 所以在它的中老年之後 其實死亡率就大幅的下降 像這種幼年期死亡率很高 然後老年的時候死亡率相對比較低的 這種形式我們就把它叫做第三型 又可以叫做凹型 凹型 龔哥問各位一個問題 您覺得凸型對角線型跟凹型 哪一種物種它比較容易面對滅絕的問題 比較容易滅絕掉 首先你要對我們人類有信心 是不是我們人類在這 所以凸型好像不會滅絕吧 那是對角線嗎 還是凹型嗎 好這題的答案其實是其中必定有詐 每一種物種都不會因為它的存活曲線是如何而滅絕 事實上這都是不同生物在演化的路上 它有尋求不同的一個生存之道 所以不管是小的時候死亡率高 還是小的時候死亡率低 都不影響到這個族群它未來的存活的狀況 好所以這件事跟滅絕是沒有關係的 反而是有不同的生存策略都很好 那如果用在我們生態保育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去調查某個物種 它的年齡 它的族群的存活曲線 就可以去定義我要怎麼去保護它 我要怎麼做病從害的控制 或者生物資源要如何妥善的運用 這個生物資源運用講得好聽 就是我一定要殺它一定要吃它 好我們就以凸形為例 假設羊是大型部類動物 大部分屬於凸形的低型的存活曲線 那如果今天我要保育某一種大角羊 它已經快要滅絕了 那請問我要保護它的幼年時期 還是要保護它的老年時期 會比較有效呢 答案是如果我要保育的話 我應該要保育它的老年時期 因為它老的時候它會死得很快 那如果我今天保育它 它可能就會有比較多個體 可以被存活下來 如果它還在生殖期之中 還可以再多繁殖後代 則就有機會讓這個族群的量可以上升 好那反之如果今天這個羊是可以吃的 然後呢它的族群數量也很多 那我要怎麼去運用它呢 是要運用幼年還是運用老年呢 答案是我要吃的時候 我也是我也是盡量去吃比較成熟的個體 因為不管這個時候如果你不去吃它 反正它年齡到了它也是會死掉 那我今天盡量的去運用這個時間點 對於它的族群的影響 可能相對就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如果說反之今天是凹型曲線 那則我要保育或者是要運用 都是會用在它的比較偏幼年時期的部分 好這個就是存活 最後第三個我們來看年齡結構圖 這個年齡結構圖各位呢 如果有先學過地理課的話 那應該並不會非常的陌生 它是看各年齡層 而且這個年齡層 我們以有沒有生殖能力把它切分成三群 然後再分成公母 然後呢所繪製的圖 這個圖可以分成增長型 穩定型或是衰退型 我們在生態這個地方 我們是針對它未來是會增加減少或是穩定來描述 所以您也可能學過什麼金字塔形什麼的 那個我們這邊都一樣的概念 好那分成三期指的是生殖期還有生殖前跟生殖後 生殖期指的以人類來講就是進入到青春期之後 然後在更年期之前都還可以生殖的時候叫生殖期 那在青春期之前就叫生殖前期 更年期之後叫生殖後期 那您就可以看到生殖期跟生殖前期做比較 如果說生殖期相對比較少的話 那則有非常非常多的生殖前期的個體 預期它未來會通通變成生殖期 所以這邊就會上升 因此就會有更多的生殖期的個體可以生出更多後代 那我們預期這個增長型的呢 它未來族群的數量會上升 好那如果生殖期跟生殖前期差不多 那也就是接下來也不會有太多的 可以生殖的父母親會出現 則這個族群的數量是穩定的狀態 但是如果說像以人類的老年化的社會來講 有大家都不想生 所以生殖前期的小孩越來越少 則可以預期接下來這個族群就會進入到 族群數量越來越下降的狀況 也就是這個年齡結構圖是唯一一張 可以預測未來 可以預測未來族群大小的變化趨勢 可以看到未來的狀況 那請注意 我們雖然跟地理用很類似的描述方式 但是我們這邊是我去了一個地方 去調查這個地方的樹木的族群 這個地方的大象族群 而並不是因為天災人禍或是戰爭 而造成這個國家呈現出一個像這種金字塔形 所以我們在地理課的時候說 這個國家呈現金字塔形 可能是因為他們什麼年年戰亂 飢荒 但是在我們生態學的角度 我們並不是把這個三角形變成是一個果 而是它是一個因 它現在呈現這個狀態 則它未來族群數量應該是要上升的 應該是用這種方法做描述 課本舉了一個很棒的例子 去看樹木 樹木的年齡 如果我們以不破壞它的 不鋸胎它的話 我們通常是可以以離地1.3公尺 去測量它的這個樹幹的直徑 那麼這個直徑就跟它的年齡會有正相關 所以如果我們去調查 福山森林的這個地方的 這個地方的見子力的這種樹 那我們發現現在去調查的時候 它幾乎都是小樹沒有什麼大樹 所以它的生殖前期的數量很多 則這可能會未來這個族群的數量會增加 這是一個增長型的族群 第二種樹叫做烏來科 那如果烏來科 我們發現它的小樹跟大樹都很多 則它是呈現出一個穩定型的狀態 第三個如果調查台大實驗林的 造林的柳山 這個造林是人為種上去的 而且這個種上去之後 這個柳山又不會自己去繁殖 幾乎都不會自然繁殖 所以看到的都是老樹 都沒有新的樹苗 則這就是屬於一個衰退型 寫錯字 衰退型的族群 以上就是我們二之二族群的內容 都會變成的 就是一族群的族群的族群 雖然有些不少的群群 但是一族群的族群的族群 那是有些不少的群群的族群